大家早安 这些熊现场我们带你来聚焦的这个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从7月29号就开始神隐至今 当外界对于他的身体状况有非常多的揣测 不过现在大陆官媒央视新闻在15号的新闻接连释出习近平这几天的行程 本台消息8月1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护制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西同为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 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携手前行的好伙伴 建交半个世纪以来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两国关系始终保持稳定发展 大陆外交部也宣布说应习近平的邀请 越共总书记兼任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即将在18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并且到时候是由习近平本人亲自接待 另外大陆的官媒现在也宣布说习近平有向湖北的环保志工回信 还有向巴西总统鲁拉志贺电等等的行程 似乎也都是要粉碎关于习近平他身影的各种传闻 那么泰国的政治现在可以说是进入了动荡 在今天8月16号选出一个新的总理 是以维泰党为首的联合政府 在15号要决议推举前总理塔姓的小女儿贝东塔 担任总理候选人 而如果他成功当选的话 那就会是家族里头第三位总理 我自己顾客宁的转向台 顾客宁的转向台 就决定要推举贝东塔 担任总理的候选人 党中央委员会在下午的时候 也决定要支持贝东塔 如果贝东塔他顺利当选 泰国第31任总理的话 那就会是他家族当中的 第三位总理 他的父亲塔信和姑姑营拉 都曾经担任过泰国的总理 但是都被迫流亡海外 而贝东塔的父亲塔信 在去年已经回到了泰国 他被指控贪污罪协 目前在假释当中 而目前这个泰国的众议院 是有493位的众议员 新总理必须要获得 过半票的票数 也就是247票的支持 目前11个党联合政府 一共握有国会的314席的席次 而另外来看到的 这个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昨天这是日本二战的投降日 因为他自费向靖国神社 献上了祭祀费 引发了中韩之间的不满 好这个是日本 另外也有数名的内阁成员 在昨天都有参拜靖国神社 岸田他本人虽然是没有前往 但是他是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 捐献了祭祀费用 另外这样子的做法 也是引发了大陆外交部 向日方提出严正的交涉 认为说日本还是应该要对 历史的问题的错误态度来表态 而南韩的政府则是表示 对于日方的这些行动 觉得非常的遗憾 呼吁日本当局应该要正视 历史用实际的行动 反映出谦虚还有真诚的反省 而乌战争的部分 现在乌克兰反攻 俄军的部分 现在是成功占领了大片的领土 不过在俄军同时 也在乌东地区是有所掌获的 这些乌军总司令 现在就表示军队作战9天 挺进俄罗斯边境 35公里 战地是超过了 1150平方公里 还有80个村庄 其中包括了重要的天然气中枢战 而同时间 乌东的敦巴斯前线的战况 现在是恶化的 因为俄军大幅逼近了乌军 在当地最大的补给站 红军村 而且这个距离当地 是只有15公里而已 好 美国的国家太空总署 NASA就宣布 滞留在国际太空站 有两名太空人 他们现在回到地球的时间 可以说是遥遥无奇 不确定是不是会 真的留到明年初 也就是2025年初 现在就说了 下个礼拜 也就是8月底之前 就会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而外界现在就推估 这两名太空人如果真的是一个 最糟糕的状况之下 可能真的会滞留到明年初 六月就发生升空的 波音星际飞船滞留在外太空 已经两个月 美国太空总署 NASA原本预定在14号 宣布返回方式和日期 但却又再次延期 表示8月底才会做出决定 两名太空人 可能要滞留到2025年 原本预计两人会搭乘 SpaceX的飞龙回家 但NASA表示还在分析数据当中 目前没有足够的把握 带他们回家 CNN专家指出 接下来的时间 会有多艘太空船 停靠在国际太空站中 而波音的太空船 必须在飞龙抵达前 离开腾出空位 因此NASA还在等最佳时机 画面转到外太空的另一边 回去在太空船里漂浮 太空人又是跑步 又是跳高跳远 大陆神舟18号的太空人 跟着地球一起办奥运 驻中国奥运健儿 奖牌串成队 神舟18号的组员 在天宫太空站中 进行环境和仪器检修 他们清理了尿冲洗水箱的上盖 还完成了补水作业 借此加速太空站内的 水循环和重新利用 他们在太空站里 待了一百多天 研究人体生理规律 在长期太空环境下的变化 除了监测心率 还记录每周睡眠品质的数据 除此之外 他们也定期进行 紧急撤离训练 做好完全的准备 记者总和报道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客户您 客户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